好 主持人就马上带来关心 雅冠赛以及大巨蛋的测试赛 在上个周末才刚结束 那么接下来呢 大巨蛋就要面对 12月3号的雅锦赛 这一次的雅锦赛呢 就是由台湾来这边举办 那么除了大巨蛋之外 还有台中的洲际棒球场 以及新庄的棒球场 都会是比赛的场地 那这一次呢 大家也都很期待 因为呢 开幕战就会在大巨蛋来举行 那么在开幕战的时候 中华队会面对的 就是强敌南韩队 那这一次的先发的阵容呢 其中包含了这一季的 中华职棒MVP 也就是徐若曦 他会不会是 面对南韩的开幕战的 先发投手呢 一起来听教练的访问 有可能啦 在大家预期的期望内 也有可能 把他排在第一场 对 那就是看他的调整状况 目前看他的状况来讲 保持正常都还不错 好这一次的雅锦赛呢 总共是八队 分成两组来预赛 除了中华队之外 日本韩国也都是 大家非常期待的这个队伍 那么这一次呢 除了先发的王牌之外 终结者三人 也就是李子强 林绍恩和王振昊 都是大家非常看好的潜力股 那么这一次 大家也非常期待 在雅锦赛能够看到中华队 非常好的表现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形 再把时间镜头交换棚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